在公园绿地上视察笔画 这里是明德里活动中心的预定地 里长吕李明多年来积极争取活动中心 希望能给李明们休憩的好地方 在新北市议员林金杰协助推动下 终于成功通过预算案 最快今年就可以开始动工 明德里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里 因为我们都刚好在我们的市中心 所以这个地非常的不容易取得 单价蛮高的 刚好我们在第二届的时候 就是103年以后 我们这里有办理市地重画 重画的话刚好有一块公园 就是18号公园 所以我们就在林金杰议员的大力协助下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朱立伦市长 还有明政局局长的协助 通过整个我们林议员争取的预算 因为长期以来这一个明德里的一个里民 都没有一个活动中心要开会 要活动都没有一个地方 那么李里民里长就积极的跟这个金杰服务处来做联系 一个这个活动中心的一个 我们的争取就要经过重重的一个关卡跟难度 那么也是我们这个李里民里长 他有恒星毅力跟决心一直去而不舍的 然后追着他们的这一个里民的这一个活动中心 我们才有办法来完成 明德里周边大多是新兴住宅 里民缺少一个可以聚会活动场所 即将兴建的明德里活动中心 预计面积将有100坪 李里长说未来不管是共餐还是举办动静态活动 都有个适合的好地点 100坪的话就是设计的蛮环保 这个节能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利能的这个建筑 我们有这个自己的活动中心 我们想以后我们理的办理所有的活动 就有一个好的地方 而且在公园的中间 也比较不会影响到周围住宅区的住户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地方 是非常的理想 而且是非常的好的一个地点 我们要感谢我们那个里长李渔民 帮我们升级一个明德里的活动中心 就是后面这块 也可以帮助我们 帮助小孩子有那个读书馆 还可以上那个瑜伽课 还有桌球这方面的 还有老人的那个活动共餐 数十共餐 寸土寸净的市中心 能有个活动中心是难能可贵的事 因为有里长李渔民的坚持与用心 才能成功为李渔民谋福利 报家一 中交新闻吴亮贤土城报导